各位应该也可以从乐透彩的历史资料 或者是说它的开奖号码 这边好像有一个叫大乐透的开奖号码查询 我发现这个网站做的还蛮完整的 它就从每一期开奖一直从42页 最前面从2004年1月5号开出来的号码 然后一直开到最近的所有号码 那当然如果你要统计假设了 如果你要统计的话 也用什么方式可以很快的帮你统计出一个 哪一个号码开出来的几率最高 甚至我发现网路上还蛮多人直接 把那个这个乐透彩每一期的稍微做整理 比如说哪一期开奖号码 然后中奖多少钱 第一奖到普奖 然后里面这些好像都全部都整理得清清楚楚的 其实大家也可以拿来参考 那也利用这个方式的话 其实很快 顺便可以讲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在eSale里面也可以自动去抓网页上面的资料 其实如果你不会抓网路上面资料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录制的 如果假设你这边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那个资料放到哪里 放到eSale里面做后续的处理 当你一个一个抓太慢了 那你会把他写回圈 按下去自动全部放进去 那那个也许你不会写 如何下载不会 你可以从开一个新的网页 然后从哪边呢 从外部 资料里面这边有个什么 从web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这个功能 从web意思是说 可以从网路上面去捞资料 也就是网路上面的资料 通通都可以捞得下来 基本上 不过少数会有一些状况 会有没办法下载的问题 但那可以见招拆招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那个资料下载下来的话 那我可以从web 那他问你说你有网址在哪里 比如说那个网址就假设这个 我就从第一页 那你会发现 他是用ASP写的 后面的话有个问号 表示他传递一个参数 叫index等于1 那这个数字 你会发现 他是1就第一页 2就第二页 也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 以后如果你懂得写VVA 你可以 for i等于1到42 他也可以一直往下 自动去 把这边有42页 一口气 全部都变成一个esale 全部落下来 但是这个可能要想一想看 有点难度 但是非常有趣哦 以后的话网络上的资料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全部一下就全部下来了 那你要做的事情 甚至他可以全部按下去 把所有统计资料都做完了 如果这个地方的话 有兴趣同学可以玩玩看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如果有些功能不会起 我讲过了 你可以用什么 录制聚齐的 然后呢 你可以先彩排过 比如把它贴上 这个网子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就按一个倒 那当然它有一些那个 有一些错误讯息 因为它这个背后是用IE浏览器去抓的 所以你就把这个 这个先贴上 贴上就按一个倒 那抓的诀窍特别注意 你这等于就是把IE浏览器 放在这边 那你要告诉它说 哪一个table 哪一个表格 是你要的 所以你会发现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箭头的 那其中有一个是这一个 我不知道是第几个啦 不过你录制的时候 它会出现有个参数叫web table 网页上的哪一个table 你要抓下来 那那个数字其实是可以变动的 也就是说 你一个网页里面 有两个以上的table 你也可以 第三个豆点第四个 它也可以一次帮你下载好几个 那个表格 然后贿入的时候 它会问你 那个贿入到哪里按确定 它就帮你把这个表格 从网络上捞下来 那一个可以 第二个怎么办 其实你就录下来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规则 然后跑个回圈 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这个都写到这边 所以最好是按下去 全部都下来了 这个有时间在 有兴趣的同学 自己再玩玩看好了 不过下载下来的东西 还有个问题 这个怎么样 它是在 应该要在 六个格子里面 可是它却在同个格子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嘛 用什么方法最快 第一个判断 它中间分格符号 大概就是什么 空白吧 或逗点 不过有的有逗点 有的没逗点 空白应该是它的 这个应该也只有空白 所以空白应该是它的 那个最大的供应数 就是最有可能的分格符号 那我们可以再接下来用什么 用那个资料里面 不知道各位没有用过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就很好 Ctrl 序格向下 把这个先选起来 资料剖析 分格符号 下一步 空格 有没有 下一步 最后特别注意 我把它放到哪里 备注不要用 所以把这个 放到备注这边 也就是说 切完之后东西放在这边 按完成 要不要取代备注 要了 把它取代 因为备注没用 再把什么 逗点不要的 这个 跟这个 这个 怎么样 删除栏 删除完之后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这几栏 这几栏 你可以让它宽度 你可以用常用里面这边的格式里面自动调蓝宽 然后再把这个范围之下 把它 这个 大多特号码 你就直接在这边直接把这几栏 减下 再把它怎么样 把这几栏 放到这个的前面 然后这个名称 复制一下 放到这里 然后这边的话把它跨栏之中一下 这一栏就这样 删掉了 OK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 我们前置的七个号码 那后面的东西 也是一样可以很快产生 不过 如果 想要练功的同学 回去想想看有没有方法 就是说 我按一个按钮 自动从网路上全部帮我捞下来 自动全部帮我处理完毕 自动帮我分析之前的结果 包含就是 几率哪个最高 然后前七名是哪七个号码 那感觉就很棒 因为它就 全部通通 一键就 全部完成了 感觉还蛮好的 不过怎么做 有点难度 做不做得出来 绝对做得出来 只是我这个还没做过 所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难题 好 大概有这个方向给各位 所以这个题目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找找看 这个叫 历年来大乐透开奖号码 你大概就记这个关键字 那它有42页 里面的话就是这个 1到42 你可以跑个回圈 还蛮有趣的 不过这个是一个 还蛮的 蛮难的一个题目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 额外因为剩下一点时间 再给各位一个简单的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 跳到外面去 这个也是之前同学问过一个题目 就是云端白板里面 会有一个其他补充范例 这个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在入门里面 有一个叫黑名单筛选的 第二个 这个应该没讲过 他这个同学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老师我每天 这把他下了下 我每天的工作 就是要在几十万笔的黑名单里面 去找寻 他可能一天里面 他也会有几千笔 记录里面 到底有没有 是在黑名单里面有的 所以他分成怎么样 你们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第一 这个页面 中间这个页面 是他们公司列为黑名单的 这个是要查的 查到的结果放哪里 查询结果 所以这个逻辑应该很简单吧 中间是黑名单 前面这个是要查的 查出来的结果 帮我放到这边来 那方法很多了 有用比对的 不够太久了 一个一个比 因为这里面总共 他只有给我部分 大概两万两千两百多比 要查多少 查五千多个 所以如果你一个一个逐格比对的话 哇 那他比非常的久 大概要比 两万多乘上五千多啦 他比太久了 所以 第一个我这边有 刮胡太久了 那如果用函数的话 有没有什么函数 有嘛 其实用什么函数最快呢 其实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什么 康义府做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你用康义府 如果说这个 他查黑名单里面 有出现至少一次的话 那表示他一定就是黑名单了 如果零个的话 表示什么 他没有在黑名单里面出现过 那表示他这个就是安全的Email 查完之后呢 你再把它call到查询结果来 那不就好了 所以做法上 第一个请各位把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呢 这一整个啦 给他一个名称 所以cantleship 向下 公式里面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因为顶端列是黑名单的名称 帮我建一个名称叫黑名单 在民生观点里面就有黑名单了 第二个就是 查询名单里面呢 放在B2 插入函数里面呢 用什么 cantif 在统计里面 the countif 然后呢 做什么呢 range f3 请你在黑名单里面 帮我找什么 这个东西 有没有出现 有又一次 表示这个是黑名单 是嘛 那底下怎么做 点两下 但是呢 他会 卡一下下 为什么 因为他会 向下填满的时候呢 会全部 一个 比对看看 算几次 所以 点下去你会发现 他大概会停个 一两秒钟吧 才会 算出最后节 但你会发现 这几个 是不是黑名单 是 这几个 不是嘛 那我们怎么样 把最后的结果 放到查询结果里面 其实非常简单 最后 要不就排序一下 要不 你就是用什么 资料里面 还有一个功能 叫做筛选 应该给我用过吧 筛选里面的话 你可以把 1 的部分显示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你会发现 筛选完之后 筛选完之后 这一些 就是我们要的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 Ctrl Shift 向下 Ctrl C 在查询结果的地方 把它贴上 你的工作就做完了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还是用什么 用这个 Count If来做 最后记得把筛选 再取消掉 就恢复了 那如果我说你将来 要把刚刚的动作 变成一个VBA的按钮的话 就怎么样 尤其你有些不会做的 你就录制聚集 你会做的 就写VBA 把它串在一起 以后的话 就可以达到什么 也许这本来没有 但我们最后是 这个地方按下去 自动就帮你把东西扣过来了 那怎么做 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这个是额外补充的一个范例 本来很麻烦查询的 尤其大量资料 这个时候呢 就变简单一些些了 OK 画面先还给归一下 那这个范例记得 我是放在那个 在哪里呢 放在外 你要记得点到外面去 然后再到那个 跑掉了 OK 就是在外面 那个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有两个 一个是大乐透历年来的开箱资料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当然最好 就是把我们今天所教的 配合 从网路上捞资料 然后自动呢 把资料先做完之后 再分析出前七名的 几率最高的七个 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为止 哪一个号码出现几率最高 还是你就会有答案 但是 做法 不会写的先录制剧集 OK 试试看好了 另外就是有一个 那个黑名单筛选 我是放在云端白板里面的 那个 其他补充范例 入门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黑名单筛选 那范例档 就在那个地方 试试看 试试看